這個金屬框是用Photoshop做的,然後它有分好圖層 所以呢就是說,怎麼樣在Photoshop裡面做好 素材丟到After Effects,然後分層讓它動起來 還有設定中心點在哪裡 所以它轉的時候,機械手臂在轉的時候那個軸啊 才是在正確的轉軸位置 這第一個,第二個的話是右上角這邊有一個運動的名稱 它是 Illustrator檔 所以 Illustrator檔也是要分層 那只是 Illustrator 它有所謂的紫圖層 就是一個圖層下面可以包一大堆小圖層 小圖層其實進AE是獨到的 所以你只能就是用最上面那個圖層來去分層 然後再來這邊是一個特效啦 就是微字進場的特效 這邊這個是Premiere已經把影片剪接過 但沒有輸出 那AE裡面可以直接把Premiere剪的影片 Premiere你們學過嘛對不對 Premiere剪的影片它沒有輸出 那個專案可以直接揮進來 所以就直接會有一個沒有畫質耗損的影片 這個是很有用的 而且Premiere的檔案如果你重新修剪 就是改了一些東西 它這邊可以更新的 在背後這個影片是兩個影片疊在一起的效果 就是可以像Photoshop一樣混色 所以這個範例主要是Photoshop Illustrator Premiere 它這三個軟體 跟AE的一個整合 這邊主要是講這個基本觀念 這是一個很基礎的範例 就是我教 2001年教AE到現在 大概都是 都是像用這個範例在教 這是它的素材 所以我們現在先看一下它的Photoshop檔案 下面挖勾啊 會吧 Photoshop真的不能開喔 Photo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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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能開啊 額...好 好 講到這裡呢 其實...額 我先 我先在AE把它揮進台好了 我等一下再講Photoshop的事情 我先把檔案揮進來給你看 在AE裡面呢 左上角這個叫專案視窗 就跟Premiere的專案一樣 所以它就是可以把素材揮進來 按右鍵這邊可以做揮進來的動作 OK嗎吼 第二個是 這個是時間軸 跟Premiere一樣有一個時間軸 再來呢 這邊是我們做動畫的畫面 做動畫的畫面 那現在呢 我們要把Photoshop檔案揮進來 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揮進 Photoshop檔案的時候 它的三個選項 Robot TV這邊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你先選到以後 你會看到這裡有Input as Footage 揮進來的時候當成素材揮進來 有沒有它有三個選項 Footage 揮進來 它會問你說會進來的時候 然後 要合併圖層 還是選一個圖層 我們先選合併圖層好了 OK 所以它進來的時候 打開來看 它其實就是合在一起了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都合在一起了 甚至你可以把它轉成一個Comp 轉一個Comp 它是合在一起的東西 什麼叫轉成Comp 它的意思是 它的意思是 好像也當機喔 當了耶 對 對 對